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这个青年了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H-Mate实现的 一个斗带和零分心引擎 然后它是基于那个Cube的技术 然后在这个部分里面 它会讲这个选择H-Mate的初衷 它们会选择H-Mate的团阻系统的初衷 还有H-Mate表的一些设计的细节 这边欢迎请 H-Mate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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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Shton 我是H-Mate的名字和Pin 我可能一年大多到处在推荐我齐铃 可能很多人已经见过我 我不知道在做的 有多少已经在用齐铃 或者说了解齐铃的 了解的非许家手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 不错 大概有一半多的朋友们已经知道齐铃 那么这次也非常荣幸来参加H-Base Conferences 我们之前有同事在美国的H-Base Conferences去介绍自己 那么这次在北京 那么我们跟一路 因为齐铃是H-Mate的 以及H-Base生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主件 那么我们齐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性能是 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H-Base的高性能 我今天的内容主要分这么四个方面 首先我会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好 或者可以主要是面向 比如说有些朋友拿开制造齐铃是做的 那第二个方面 第二点我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当初我们选择了H-Base做齐铃的存储引擎 那么接下来是齐铃是怎么样来利用H-Base来服务于Elect 那么最后的话我会快速介绍两个方案 那么齐铃这个项目发起是在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我们在EBase EBase是有很多的这个数据 那么要服务于它的数百上千的这个分析团队 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说 Hadoop虽然说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组件 非常强大的这个冰激计算命令 但是它对于一些O-Lab的查询 它很难做到交互式的一个分析的能力 那么这个导致就是说我们 虽然有很多的数据能够采集在Hadoop上 但是这个数据我们需要把它们加工处理完以后 在导致到像Hadoop或Tardeta中去共分析师 然后再去分析 所以当时EBase已经是Tardeta的全球最大的领域 所以每年它在这个TT上的分析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这些分析还要从Hadoop再弄到Tardeta去 为什么他们直接在Hadoop上来做这个交互式的O-Lab的分析 那么Hadoop虽然有非常多的组件 比方说MapReduce用Smart 有HFace用Hadoop 然后Hadoop也可以做Smart 但是他们都是 一方面主要是面向NP处理的 第二方面它是要 难以给分析人员来订 因为他往往需要做一些程序的一个开发 然后我们要一些 我们一起Pig MapReduce用的一些Smart 程序 它對於Under-User來說是不可能用的 所以我們引入了Hatoku 它是在Hatoku 之上的 OLAB 引擎 它對上的查信接口就是標準的SQL 那麼這樣的話 比方說你的一些太大的報名 或者說一些應用 它只要把SQL 通過我們的接口 SQL 8.0 推理 開店會把它們轉成對Hatoku 集群的交流 從而一方面突破了單機容量優先的瓶頸 另一方面充分的進行大數據平台的能力 從而可以支撐到非常大量的數據上的量量力開 那麼在這個項目當初設立師出過很多人對這個項目抱有懷疑 覺得這功標能做到很多人嘗試的放棄 但是我們非常自豪地說這個嘗試 最終我們成功了 而且把這個項目改變出來 成為了Hatoku 獨立的第一項目 那麼在這個架構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其林是Hatoku的平台 和你的EU系統之間的一個產品 其林之下就是 Microuse Hive Spark Hatoku 還有很重要的一塊是Hatbase 但是其林對上的用戶 你無需知道這個底層技術平台的細節 但是愈微人也很重要 那其林有哪些特點 為什麼要用其林 第一點很重要的是 其林給大家提供了一個真正的交互式分析的能力 什麼是交互式分析 就是分析師發送一個請求 那麼能夠在一兩秒內 也分析師裡接觸 那麼只有做到這點 才會是一個很交互式的一個體驗 那麼如果說一個查詢在十秒 或二十秒以上 往往這個分析師就會放棄 或者說他就會轉移就 其他事情 導致他的這個思路就不能夠淋灌 大大影響這個他的工作的效果 那其林我們大多數查詢能夠在疫苗裡面 那麼第二點是他的查詢介護 然後分析師人員 他不需要去學習一門新的語言 或者說掌握一個新的工具 那麼他只要和Cycle的一個來做這些訊息 那麼三個 它是一個Hadoop內地步的一個組織 那麼如果你有了Hadoop機器 那麼再加入 再加其林進去 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其林可以支持單極點多極點 簡單來說 它單極點就已經足夠大部分的用來形容 因為我們會把這個查詢的這個壓力 會轉移給這個集群 所以其林 他的workload相對來說是比較輕的 那麼大量的計算是在 iReduce Spark 或者說HVC裡 那四個就是 他非常的容易地使用 那麼我們有一個web的同意 那麼你可以直接把這個web的同意 開放給你的一個用戶 他也支持 比如說Hadoop的精神 Signal 3A的計算 那麼你可以給你的企業的這個 運用不驗證的系統做一個機會 然後你可以直接開放給一個用戶 他們只要掌握一些 一些配合的設計 這些是傳統書餐裡頭的這個核心概念 他如果了解傳統書餐那麼學習其中是一個問題的 主要是點點點 然後我們整個生存效果 不自動最多 這樣的話就比較小 那麼接下來你就用signal來傳統書餐 那麼他的核心 技術是一個就是 WeLiveQ 然後MoveLive的核心 那麼在過去 Q的技術大量的 在微軟的機器 在耳朵的機器 我們出場也都在使用 但是在其林之前沒有一家能夠在 大數據上來購入Q 那麼我們就是把這套理念 換到了大數據來購入 利用這個卡通的廠納的這個器材 來跟超大數據做Q的器材 那麼做了Q之後 Q相當於是一個架構 或者說一個短群層 然後後面就要查詢 他們除了林中Q 反而就可以掃這個sauce data 然後還可以進去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DMA 提供一個 在我们的企业版本里头,OBC和其余商业版的实现,它会推介更多的招待和micro-stretching 大家用开源的话,也有很多可以来选择的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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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商业的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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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QOOL的构建体验会自动是从MICREDUCE 角度和SPIRCLE 在体群上把这些DATA聚合计算并且转成HBase的KVALUE的模式 那么宣传HBase的HTile模式和MICREDUCE 到HBase体群里面 那么在这之后见到HBase之后 你就可以用SYCLE来查理的这些类型 那么对上的话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标准SYCLE 甚至这些表明列明分别在HIV中的表明列明是一样的 你之前怎么查HIV 那你把这个SYCLE给KLIN KLIN就会把这个SYCLE做解析 然后转参成对HBase的KVALUE 这HBase一般的就是查询是非常快的 那么如果KVALUE设定得到的话 我们往往在几百个方面附近拿到这个 然后完成一次这个查询加速的这种 那么值得提的就是说在我们在SYCLE查询过来的时候 KLIN的东西不去走SYCLE的上面 它只是走在HBase 那么合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你的查询的DH 那么KLIN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坏 那么再具体一点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个VALUE设定的USYCLE 然后Select the Most Dimension 再算一些SYCLE 然后一些比较配的交流 可能还有一些FILT的条件 然后Wear Definition 再做一些Buy和SYCLE 那么它的执行计划会是这样的 最早最底下自己向上来进行 先做Table的交流 Table的交流之后再做这个FILT Table之后再按 比较不败的决定来做结果 然后最后我们再做这个SYCLE 那么KLIN版的一次SYCLE的制定 分成了两个步 那么第一步我们会先做一个Pable固件 这个Pable固件里面会完成结果的交流 以及Wear Definition 那么这三步计算完的结果就是Pable 那么剩下的事情 这个FILT和SYCLE 那么执行的时候都会直接基于Pable固件 那么这个Pable固件里头 一方面是出去做了据据 做了压缩 做了编读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做了编读 那么所以对这个Pable的扫描 会变得非常坏 它的时间比较会是O1的 那么之后再在Pable固件里头 再做一些稍微的后续和仪器 然后再续续 同而完成一次SYCLE的续续 所以我们说 KLIN和其他的SYCLE的区别在一起 KLIN可以做到O1的实力 但是这个可能工工品 结果我们有这个大量的计算 在这个预线里头先做的 但是我得到好的处理 就是后面再查的时候就会这样 那么这对于比方 你查询品也很高 要服务非常多的频发 还有非常多用户的话 那么做一次深度的计算是非常适合的 那么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选择I-Space 来做KLIN的一个计算 因为我们这个 应该会是I-Space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当初在做这个项目后 我们也在照顾你说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算 做其他的一个计算 那么我们需要的有一些硬的指标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希望在KLIN那里 我们希望有一个KLIN 因为KLIN没有太多的支持 或者兼容的一个新的主要 因为这个会拆高领域的程度的计算 那么还有在性能方面 有一句 还有很多提到 这么净低的这个计算 其实非常大量的数据 然后从这个TB 甚至到PB级别的这个数据 那么最好这个技术 它是能够被广泛应用 被业绩证明是可靠的 是稳定的 是能够強制这么多高频发的这个情况 那么另外在开发的API 那我们希望还进行我们的医用 有比较友好的API 有不同种的丰富的文档 然后社区也希望是活跃的 就像是在期术的开始进行 然后我们已经提了一些 来听的一些意见 都会进行的成长 然后综合下来 最后我们就 发现只有Matchface 都难过这一套 关于想念这些我觉得 很多东东都说了 因为大家也认为Matchface的 那个反思 那的确是跟Hatoo 其实呢非常好 然后它的文件天然的是 CFS来做的 就是具备这个多个副本 它有非常友好的 Mapreduce的这些 接口API 让你可以 批量的把这个数据保护到 Matchface 所以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它也 基本上 Matchface这个技术也是被 广泛产大的 就是每家和各地的发行板 都会带有Hatoo 而不像说 有些技术还主展 在单个公司中 所以 只有它 这家公司的 很多发行板才有 那么其他家没有 那么 那么 中上主数 我们就取得了Hatoo 那么 目前Hatoo 在其林里头 有这么多个肉 和我们 这么多个方面 使用Hatoo 首先 第一点就是 我们的Q 都是存在Hatoo 那么 这也是 数据上最大的地方 那 Q 往往 有的时候 数据大了 Q 可能也会很大 那么 后面我跟 接下来 接下来 那么 那么 二一个 一个 原故帮把这个Q 存到了Hatoo 但是在查询的时候 其林会生产Hatoo 这个访问计划 那么在访问计划 执行的时候 我们也中央的 另外一个 这个Hatoo 会把一些计算的逻辑 在每一个region server 中 会把这个 执行的这些 会下压到每个region server 然后在每个region server 中 用Core processor去做 更细密度的这个 Filtr核去 那么 每个region server 在做完计算以后 再把这个结果 再托回 其林 然后 减少 减少这个数据的传输 减少其林界点的这个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 我们又利用到 把Hatoo region server 当一个MP的认定 然后 三个 其林 我们也是把Mentadata 放在了Hatoo Mentadata 包括 我们有那些项目 有那些Table 有那些Cube Cube 有2个segment 这也是 其林非常重要的 运动 需要的Data 通通 我们也扔到了Hatoo 但也是为了 降低用户的这个 使用卡 它不需要Pay 然后 额外的一个Mentadata 就是 这一个就是在其林 2.4里后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把一些大的 snapshort Table 类似的方向 放在Hatoo 来做一个 Lookup Table 这是目前Hatoo Ha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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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四维度的一个Q 四维度比方有时间定点的产品 还有一个主题 那么它会Buy这四个维度的结果基础 Buy三个维度的结果基础 然后两个维度的一个维度 所有的 默认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个Buy的这种Piece 全都放在 那么其中每一个节 我们成为叫一个Qboard 然后四个维度的主抱的就有一个 三个维度的主抱的就会有四个维度 那么两个维度的就会有四个维度 然后我们组成也有单独的 然后这是一个细化的一个维度 这是一个细化的一个维度 这张维度来自于搜索的条件 就是一个维度的维度 那么这个有很多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维度 准备一下会对这张表呢 多张表会做一个打拼 打拼之后呢 我会对你的这个维度列呢 会把它的Distinct的维度 翻出来 这样我就知道你们有没有 大概的这个技术的范围 还有这个和我们的维度是什么样的 然后利用这些值 我们会做一个字典 去一个一个字典 字典是会为了变用接下来的这个 我们的字典它会变长 也根据你的不同的这个维度的这个 这个基数的字典 那是一个字典 也可能是七八个字典 那接下来就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来做一个 提供的算法 因为我们里面有多种的上方 有一个出生的上方 一旦有一种叫发射的上方 这个比较细的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大的地方弄得很大的分别 然后算完以后 我们把这个数据 转成HBase的H file 然后我们就得到HBase 那我们接下来就这样 那么大的原则是用HBase 首先Tube我们会增量的构件 因为用户的数据 最常大的Bash data 可能是暗天 可能暗小时是Mental天 那么Tube是可以增量的构件 那么每一个增量构件 生成一个segment 那这个segment的底层 就是一张HBase的Table 那么对于这张Table 它可能很大 也可能不大 所以它会被切分成多个region 在region里先说 我们会选先Suite 然后我们在做Metro Use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估到你这次数据 进来有多少 它生成了HBase 进HBase后大概有多大 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 我会画出这个region的切割 里面 然后使用Metro Use 去生成HFile的时候 就已经按照region切割了 加入到HBase之后 这些每一个Cube Segment 它就是不会编辑 它不会再去segment 它不会再去分裂 那么接下来更细一步的就是这个HBase Table的编辑 那么大的原则是这样的 我们会把Dimension的值 就维度的值呢 会编码进这个RogP 会把Metro的值 Metro Sum Nimax Table Segment 会进入这个Value 那么RogP的设计呢 对传生性能 其实是满直观工样的 通常建议人员会要把高基础的 要过滤的 要过滤的 RogP的前面 放到这个RogP的前面 那么把一些 其实比较低的 或者说 不太用于Filted的 这些RogP的后面 然后在这些RogP之前 我们会有这个 具报ID 就是标记 它这个后面是哪几个位置的 比方说 这里是N个位置 但也有可能有一个主要 它是两个位置 这个主要ID 它一定会告诉我们 这里就有 一和二的 其他位置都可以 那么 基于每一个维护 它占了多少块 其实我们的Metadata 都会有 那么 那么为了 对于切个region 在最前LK的前面 都会给删来 所以 就把一张 三个T 我会切成多个region 然后查询的时候 我也会并发的去查 多个region 然后避免说 母系region 会过来 那么 那么 这是一个 HVS Table 设计 这里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样片子可能不是最新的 后来把它这些都翻译成了 然后 就再做一个 这里是一个简单例子 它是每旁的一个 然后 我们看一个 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地方 它只有两个维度 就是联合程式 然后一个Metadata 就是Price 那么 对于这个两个维度的一个 一个模型的话 我可以有四个维度 按这两个维度 按一也是一个维度 是一个维度 是一个维度 按一也是一个维度 但按City 也有一个维度 还有 不按你和 按City 也有一个维度 所以 Totally 它就会有 这样的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 就是这个 1的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 还有3 然后这里 这个维度 是110的维度 然后这两行 是01的维度 所以就是 这个维度 那么 我们会 因为对维度 会有这个 一个 词典 它就可以对 这个维度 然后 接下来 可以省下 HP 按照这个City 我们会在前面 先加一个 Google ID 标准 它是0 还是01 接下来 加号后面 实际 主编码 加号后面 是不是有维度的值 因为这里 这两个维度 都很简单 所以一个 一个数字 就会表示 然后Value 就是这个 Sum 所以这样的话 一张 还是Face Google 就会成功 但这是一个 最简单的 一个 字節 那么 它已经 非常清楚地 解释 前面的 这个 来 在 怎么样 查询呢 查询的时候 用户 都用 sql 接下来 然后我们会去解析它,然后从里面去解析出来,它需要查询哪个DM,然后我们会去提配到这个合适跟最多适的P,然后利用这些DM,我来决定它用哪一个P-Ball,哪一个SummerP-Ball,然后再把它REAR条件中的这个FIRT条件再进一步的也加入到这个RocketScandalSpot的一种。 然后呢,我们很 SL,因为需要 tamba不要的那这些L obviamente。 成统好是低调,但是需要慢慢吸引这个档子了,而且 они最终一步的我们捐他们交给一个Rocketcycle,怎么刚才会选担它! 结码成档面上的数据,会对value再变成结码成metrics的数据,从而最后提供一个sync的一个比较设计。 前面是关于麒麟是怎样利用HPACE来做一个collapse的存储物器查询, 在后面的话,麒麟也跟我讲了,讲了HPACE能用的好,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里也讲了,HPACE我们用它来做麒麟的存储,是一个选择,但不能说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因为麒麟使用HPACE是纯的一个图,因为我们Qube构建以后不会再去更改它。 如果有更改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新的题目。已经有的题目是一会在东西。 所以大量的计算其实是一个纯图的,写的资源几乎不,写的操作几乎不, 所以我们用HPACE有一点够重。 HPACE它设计的是一个最佳通用的读写群屏的一个story,但我们只用了它图的方法。 其次的话还有一些点,它不是一个纯列数的一个story,它是按列数的。 那么一次读的话它是要读一个列数。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列数特别多,列数特别多的话,这个还多害的也会比较多。 但是列数特别少的话呢,当然MARES有比较多的话,比较一次。 不得分较的,可能会浪费因为工作人员,可能只差一个个MARES, 但是我们把其他MARES放在一起。 那么二一个是,它并不是一个,它没有secondary index, 它只有一个单的和RAWK的一个story。 当然我们用户,所以对于RAWK的设计的话,就会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提醒用户,我们要把一些, 什么样的列要放在前面,什么样的列要放在后面。 但是业务的用户它往往上不太get到这些点,或者它不太能力。 所以它设计不好的话,那么用HPACE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直期待HPACE的社区用的2G所以。 但是现在我在这儿,在设计划在3.5米头,我会来做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要求版,就是就是, 然后一些REGENSOE挂掉以后,它这个REGEN不能够很快的被其他的REGENSOE来提供WARF, 导致它的这个通路的标准。 这一点来说,它速上回复的运动,速度有点难。 那么还有就是,很通过的一张, 我们就,很通过的就说, 其实我们要做版本升级的时候, 我们也要升级到QUARPERSESSOR里面, 它会给第三类的进化过去做。 那么HPACE的Table要升级QUARPERSESSOR的时候, 需要先把这张Table要下线, 然后再升级,然后再上。 那么这就决定了,当你有几千张Table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过程, 这个服务难免会受到影响, 比较难提供一个, 非常好可用的一个, 有来不采取的服务。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 使用HPACE的一个好活动。 这个,怎么说呢? 说,没必很难有一个东西, 让你完全感受到它的好。 那么接下来,我快速分享全球管理。 今天,麒麟在全球已经有很多的员图在上了。 其实麒麟呢,并不复杂, 但是它却是解决了一个, 大家在市场大市局的一个痛点。 它解决了我们一个查证难, 查证不慢的一个问题。 今天的话,不高兴看来, 就是国内的时间, 大的互动产商, 很多都在一起, 而且它还不错, 包括像京东, 其次的话,我们这些年, 我们的资金融行业, 有很多金融和制造的企业, 也开始来一起, 包括各大银行, 包括三大运营商, 包括我们的国内的大的手机制造商, 包括华为, 包括微博, 微博, 他们都有在一起。 这里,我分享一个一个案例, 就是美团, 美团是在很早的时候, 在大概15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要来做一个 OLAP平台, 来服务它的所有的邮件, 他们当时对主流的OLAP 已经做了一个调研, 调研之后, 他们觉得均衡下来, 那么麒麟是比较好的 能够完成对他们的需求, 而且麒麟有比较好的 可扩展性, 所以他们基于麒麟又做了一些 二次开发, 包括精确需求, 这是在其他引擎上比较难做的。 那么, 到今天, 麒麟在美团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大的尺寸, 那么这个数字是来自于上周, 我们在美团搬了一次麒麟的 企业, 他们的, 总共已经有超过900个TRIB, 然后总共数据在8万亿行以上, 那么TRIB的size已经接近1个TB, 那么它的sauce data 会数倍用于这个TRIB的size, 那么每天会有380万次的这个signal查询进来, 那么50%的signal查询能够在500毫秒以内, 然后90%的能够在1.2秒以内完成, 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signal查询。 我接下来一个通话案例是来自于日本的Yahoo Zetan, 那么Yahoo Zetan在日本是相当于, 它又是一个新闻网站, 又是一个电商网站, 又是一个个人人家网站, 所以它是日本最流行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比较特别是他们的数据中心在美国, 它很多的数据产集在美国, 但是他们的业务人员在日本, 所以他们面临一个分析难的问题, 就是说Data在另外一个国家, 而我分析在这边, 这Data搬过来又不太可能, 他们最后研究以后发现麒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读写分离的部署, 就是麒麟可以加接两个机群, 一个机群做Pub的计算, 另外一个专门做查询, 所以他们就在美国部署了麒麟的Jobser, 来把SourceData加工Pub, 然后推到在日本的HBase机群中, 然后在日本只要up好麒麟的Paris就可以了, 有了这个以后, 它的大多数的右分析可以在秒内完成, 它们之前用Para, Para,Para,Para,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前面就我还回访了这两个东西, 它们这个套系, 依然在临行一个非常多问题。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公司, 开始用麒麟做这个跨域的部署, 然后我们有些企业, 他们要出汉, 然后欧网, 他们的数据要来到印度, 要来到欧洲, 所以他们的很多数据就在那边的数据中, 但是他们的业务团就有了分析团, 所以他们的业务团就有了分析团, 那么使用麒麟的话就可以, sauce data 1 过来, 只要把这个Q 交通完以后推过来。 那么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内容, 那么这里有我们麒麟和我们公司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收集上来, 我们有些案例啊, 或者一些新闻定期的推送出来。 那接下来, 有没有时间做,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问两个问题。 好, 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有一些自定义的数据内容, 然后要怎样存到其林里去, 或者在查询的时候应该怎样去查, 比如像地理信息之类的。 首先啊, 西林吃这个batch 数据是通过Hive来吃, 所以如果你能把你的数据描述成一个Hive, Hive的table, 那接下来对西林就是透明的。 我们为什么接Hive, 也是考虑到Hive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功能, 它可以支持很多的这个存储合式, 或者存储引擎。 那么如果说你能映射到Hive变成一张表, 那种逻辑上的一张表的话, 比如说我, 你是提前算好的, 然后我, 比如就, 现在我想查距离我最近的几个, 然后呢, 这种就是要, 我们在全数据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的这种距离都算出来的。 嗯, 我觉得你的那个地理信息这方面的数据, 可能跟Hive这方面数据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 有很多自定义的数据结果的话, 应该怎样去, 或者有什么办法去做。 然后在查询的时候, 就是那个生活上, 有没有什么可以扩展的余地。 目前, 呃, 齐林的话是这样, 比如说, 我接的还是你关系的, 和数据, 我进来的一定是, 有表和表的照应, 然后有一些有列, 你要去做文化, 就是算一些, 算一些指标。 对于你的那个, 比方上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的这个距离的计算, 我们让你是不是适合, 关系系的模型。 比如说, 他比如说, 适合所有的数据类型。 因为这种, 像Post-Bread Circle, 这种, 水培计算吧。 Post-Bread Circle, 专门有针对地理, 坐标的计算。 对对对, 就, 还有就像是, 在一个表上的, 自地规, 这种, 在一个表上去, 地规这种操作。 就, 我正想, 如果我们去做分析的时候, 这个Circle, 能不能有, 有方法去扩展。 好, 行李里头, 你可以做一些UDF的采访, 包括你去定义, 因为我们今天Mirror, 主要支持的是, LiveCounting的Mirror, 像MindMarket, Count, Counting, 你可以去扩展, 但是这个扩展, 是需要一些, 二次开发, 行这个代码出入。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人有问题?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请, 是, 嗯, 用HBase来执行查询吗? 就是, 这个, HTFS跟HBase, 你们通常的这种实行方案, 是把这两个是合理的, 还是, 计算跟存储是放一块的, 还有这个HBase, 跟这个, 假如是一个, 营发的可能, 就无所谓了, 但是就是一个生产完毕的话, HBase的资源跟, 这个, 就是, 就是, 计算的资源是, 怎样跟这个, 关键就有, 好, 其实, 很多用户, 一开始, 为了简单, 可能就是一个集群, 然后装了所有的, 像HTFS, MapReduce, HBase, 但是, 我们的一些, 用户, 他们上了这个生产以后, 然后, 他要服务他的高频化, 或者, 要保证服务的稳定性, 他们会做一个, 分开的部署, 就是, 会为HBase, 单独的部署, 一个集群, 然后, 专门的一个, HTFS, 这样的话, 可以, 避免, 两个, 和WalkLow的打架, 因为, Qube的加工计算, 也是一个, 计算密集性的一个, 任务, 那么, 如果跟HBase, 部署在一起, 它会影响到, 这个, RagionZero的, 而影响到, 产品的这个, 所以, 很多用户, 或者说, 我们推荐, 如果你上生产的话, 资源不出问题的话, 做两个集群的, 这个, 这个, 这也是今天, 很多大厂, 他们的部署加工,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线下交流, 我们可以在线下交流。